就不见婉贵人了 抬起头来挨家瞧瞧 都起来吧 谢太后 婉贵人很懂事 而且性情也很和顺 臣妾甄嬛拜见太后 请太后再受臣妾大礼 臣妾喜不自胜 很好 的确很懂事 臣妾年轻鲁莽 幸好有太后恩泽庇佑 皇后与诸位姐姐又肯教导臣妾 才不致师疑 不怪皇上喜欢你 哀家也喜欢 竹夕 是 取两匹云锦赐予婉贵人 多谢太后 会不会写字啊 婉贵人才情甚好 也通师书 臣妾略通师书 只是自己拙劣 怕入不得太后的眼 会写就好 你有空常来寿康宫陪伴哀家 替哀家抄写经文吧 只要太后不嫌弃臣妾粗笨 臣妾愿意尽心侍奉太后 日日让你来抄经 你自己得空的功夫倒是少了 能为太后抄经 是臣妾的福情 雪下得这么大 树枝都压断了 你这孩子心到敬 哀家瞧你也很少讲话 原本心不敬 到了太后这里抄写佛经 心就慢慢静下来了 可见安神宁心 佛祖真言是最好不过了 抄好了吗 快好了 太后也喜欢檀香吗 太后也喜欢檀香吗 礼佛之人多用檀香 后宫少用此香 怎么你倒识的 臣妾有事点来静静心 倒比安息相好 没错 人生难免不如一时 你懂得排遣就好 朕不是说要过来吗 你怎么这么早就睡下了 可是在皇后娘宫里 抄佛经抄得累了 哪就这么娇弱 不过是等皇上等久了 怕冷又犯困 披了几本折子就过了时辰 是朕的不是 天寒地冻得雪又大 臣妾以为 皇上会究竟 去皇后娘娘宫中歇息呢 朕前才留宿景仁宫 你又劝朕去 天冷了 年夏事情又多 皇后娘娘身子 怕有些不痛快 皇上该多去陪陪 昨儿臣妾去请安 还看见皇后娘娘 画了副寒眉图 皇上可瞧见了 没有 朕 明日去陪皇后午膳吧 顺道已关 皇上只用午膳 皇后娘娘还要费心安排 倒不如去用晚膳 变得歇在景仁宫了 认得皇后这么大方 皇后娘娘是一国之母 皇人应该多去陪陪她 你既如此贤得 朕明日去就是了 给皇后娘娘请安 娘娘万福金安 起来赐座 谢皇后娘娘 起来赐座 你们今天怎么了 好像约定的 来的时间都差不多 今儿倒是真巧 这几日天冷 你身子可好些了 好多了 多谢姐姐费心 让姐姐见笑了 原本只是风寒而已 却不知拖了那么久还不好 你们听听 这一风寒呀 安常在的声音 真不如从前好听了 丸姐姐只顾看着安姐姐 也不理我 我也是你的妹妹呀 是啊 你自然是我的妹妹 在座何尝不都是姐妹呢 丸姐姐 你瞧 我今日又长胖了 这刚做的衣服 袖口就紧了 是啊 早膳是两碗米粥三个糖包 午膳是肥鸡肥鸭 不到晚上又用了点心 晚上要不是我拦着 恐怕那整碗火腿炖肘子 就全到你肚子里去了 朝是这样还嚷着饿 又吃了宵夜 不是怕吃不起 而是怕你这肚子 吃得越发圆滚了 姐姐越发爱笑话我了 不过姐姐说的也是 我不能再这么吃了 皇上都说 我现在的衣裳 每两个月就要新做 不是长高了 就是长胖了 我倒是羡慕像安姐姐这个样子 可以如此轻瘦 胖一点又有什么关系 皇上喜欢就可以了 反而你的安姐姐还羡慕着你 可以吃这么多 你呀 看你这么轻瘦 总是不好 你需要吃药 可是也要注意调理才是啊 多谢娘娘关怀 原是没有纯妹妹这样好的福气 能吃是福 有人挂忌也是福 你看你丸姐姐 连你平日里吃多少东西 她都放在心上 好了 先坐下来吧 是 福察贵人 你是怎么了 可是早上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身子不舒服 回避皇后娘娘 小主不是吃坏了东西 是有喜了 不许皇上说 是真的吗 那太好了 是喜事啊 要给皇上道贺了 当真有了 找太医瞧过了吗 两位太医都来瞧过了 我可不是那种为了争宠不择手段的人 有就是有 无就是无 皇嗣的事怎可作假 有了一个沈答应做例子还不够吗 婉贵人 您说是不是啊 到底是福察姐姐有福气 三五日间就有喜了 我记得皇上这阵子是没空陪福察贵人的 几个月才照姓妹妹一次 妹妹就有了 妹妹真是有福气的人 可不是呢 这是天赐的福气 说不准还是为阿克呢 心常在 您说是不是啊 这生儿生女啊 是天主丁 这生阿哥的福气啊 至不定是谁有呢 好了 生儿生女都好 福察贵人 你好不容易有了龙肿 要好好养着身体 断不能出什么差错 谢皇后娘娘 婉贵人 做姐姐的余顿有一事不明 还想请教一下婉贵人 姐姐问便是 我真是替妹妹感到惋惜 要说皇上最宠爱妹妹了 妹妹所成的语录自然也最多 怎么到了这会儿还没动静啊 眼下福察贵人有了孕 皇上以后少不得要在她身上分心了 妹妹你得了空 可要好好调理自己的身子啊 福察贵人怀有龙肿 皇上关怀也是情理中事 妹妹有空自会调理身子 姐姐也要好好调理 瘟疫公主的身子才是 公主千金之体 万不可有什么闪失 是 晚贵人 曹贵人言语冒犯娘娘 嫔妾替姐姐向娘娘请罪 望娘娘恕罪 什么呀 曹贵人适才说 嫔妾所成语录最多却无身孕 这话 不是借着妹妹的事来讥讽娘娘吗 嫔妾之中究竟还是娘娘所成语录最多 嫔妾替姐姐向娘娘请罪 嫔妾又如何 吴运又如何 娘娘 天命若顾我 必将赐我一子 若天命不眷顾 也不顾是个女儿 聊胜于吴而已 娘娘说得有理 有吴子兮得宠中归得宠 就算母凭子贵 也要看着孩子合不合皇上的心意 哼 恭送华妃娘娘 小主 夜深了早些睡吧 扶插贵人 不过几次就有了身孕 而我 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不得不说是福伯命传 怎么会呢 小主是福泽身后的人 那有喜是迟早的事情 小主不必操之过急了 到时 我听守成侍卫说 现如今京城里食意泛滥 很难说不会传到宫中 小主要万万小心才是啊 快睡吧 快睡吧 傅察贵人有孕 本宫好心让宋之送了一盘红枣山药膏去 谁知傅察贵人仗着有孕也不起身谢恩 真是大胆 傅察贵人只是一直放肆才这样罢了 并非真的对娘娘不敬 他刚怀孕就放肆成这个样子 若是来日诞下皇子 岂不是要上天了吗 那倒也未必 只看齐妃便知道了 傅察贵人年轻美貌 天长日久 难免皇上会动心 是啊 若诞下的是个公主倒也罢了 若诞下的是位皇子 宫中许久没有皇子诞上 皇上不知会高兴成怎样呢 本宫记得皇上这个月就去了你那一次 现在傅察贵人有孕 恐怕连一次都没了 嫔妾只愿瘟疫平安成长 别无他求 你能容人 未必人能容你 好在傅察贵人也不是一个有福的辟子 这才刚怀孕宫外就闹起了十亿 搞得皇上是满心烦 娘娘 出事了 宫历出十亿了 什么 艾叶已经分到后宫各处了吗 已经连夜分发了 嗯 福察贵人有孕 他宫里要多放一些 华妃的易坤宫先闹出十亿 所以更要严加清扫 每日晨起 正午 黄昏 各烧一次爱业趋役 还有 再吩咐太医院配好趋役的药材 让各宫的宫女连夜缝制出香包挂在身上和室内 是 张太医 在 你是太医院之首 依你看这十亿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证乃不正之气所致 开始日发烧 头疼 接儿呢 是法医闭塞 一人有病染急一室 一室有病染急一宫 还是及早防范 免得要出大事啊 有这么厉害 微臣不敢夸大其词 后宫杂役已有人染上此证 可见来世之凶猛 太医院会有及早防范 还请皇后娘娘小玉各宫 不要轻易走动啊 宫中闻得有识意 已是人人自危 太医所言必当人人谨遵 一切就有劳太医院了 是 启禀娘娘咱们宫里做杂役的小得子 得了十亿 内务府的人正要把他挪出去呢 那还不赶紧的 把他用过的东西穿过的衣服全烧掉 他用过的杯子茶具也拿出去砸碎 在他屋里撒满石灰去去晦气 娘娘不必惊慌 奴才已经吩咐下面人去做了 这么大的事能不慌吗 华妃娘娘吉祥 启禀娘娘 皇后娘娘说 最近宫中十亿盛行 请娘娘帮着照应 东六宫已经撒了主妃的烧酒 正在焚烧爱业 西六宫就交娘娘助力 知道了 皇后娘娘还说 贤福宫虽然人少 但沈答应所住的存菊塘 也要打开焚烧爱业 六宫之中不能有遗处遗漏 回禀皇后娘娘 本宫会做好的 奴才告退 刘本没有抓住 始终是本宫的心腹大患 可若是沈答应死了 即使抓住了刘本 那也是死无对证 当初没能治沈梅庄的死罪 真是便宜他了 如今就让他自生自灭好了 不知那小得子屋中 还有什么物件可用吗 还有小得子得失忆后 用的一套茶具 如果谁不小心用他喝了水 那肯定会染上十亿的 这么好的东西 砸碎了多客戏啊 送去存菊塘吧 奴才明白 皇上心系小主 特命奴才来清理存菊塘 使小主误要染上十亿 若有打扰之处 还请小主见谅 你们做你们的 我管我的 何来打扰 奴才明白 去外面撒些烧酒 进来 小主 小主进族这么久 想必东西都已经旧了 内务府特命奴才 给您送套新的茶具过来 茶都系好了 请小主品尝 有心吗 小主 外面都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 您要是没有别的吩咐 那奴才还得到别的宫里去 奴才 告退了 前些日子您一直咳嗽 一定要格外注意保养 多谢姐姐关怀 有老小主关心 我们按照规定 一日三变地焚烧爱业了 太医院送了一些药香囊来 我想着你身子弱 就多拿了些来 给你防身用 碎雨萱有姐姐和纯长在 自然是什么好的东西都有 这些都是什么呀 太医院说 这些是新送来的一些仓术 和爱业一起烧了会更好 这是给阎喜宫的 都送到我那儿去吧 这不是给我们延喜宫的吗 怎么我们家小主一样都没有呢 傅查贵人恕罪 东西都去你那儿了 那我们小主怎么办呀 安长在身强体健 自然不需要这些 我怀着龙翼 自然是要谨慎当心些 等哪日安长在也有孕狼 我必然先让着他 傅查贵人有黄色的性命是性命 安长在的性命也是性命 这些仓术 太医院并非不再送了 傅查贵人为何要一人独占 而不顾他人呢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晚贵人大驾光临啊 难怪啊 安长在都赶来争东西了 姐姐误会 妹妹不敢 安长在好性子 可我却不得不多说一句 今日不管怎样都不由你说了算 你若不服气 大可以告诉皇上去 皇嗣为咒 想必皇上也不会帮你的 其实何必惊扰皇上呢 这个道理贵人自己也能想明白 若这些仓术 只用在贵人一人宫里 万一安长在得上了十亿 那贵人岂不更深陷险境 你这样不就是咒我了吗 仔细我告诉皇上去 是否告诉皇上贵人自己定夺 只怕皇上听闻这些事后 也会觉得贵人您不顾大局 我偏偏不听你的 搬进去 关上门 姐姐变了也是无用 反倒惹一身是非 我知道无用 只是不说给她听 她今日夺一次 明日还有第二次 那安妹妹 岂不日日都要受她委屈 我们先进去吧 待会儿 我再去跟太医院 要一些仓术去 哪那么容易 要这么容易得的东西 我也不和她争辩了 走吧 这今日有几个呢 一上午就没了两个 这病来世汹汹 连太医院也束手无策 太后皇后还有齐妃华妃 已经在宝华殿分箱祷告了两天了 京城内外十亿遍布 太医院的救治也是杯水车信 皇上都急了好几日了 人都瘦了 这味道太呛了 是啊 这几日宫女们也是拿了食醋 放在各处主妃屈翼 醋味也是呛人 那个闻着闻着倒也惯了 小主 小主不好了 有话慢慢说 小心撞了小主 咸风宫传来消息 说没装小主染上食忆了 小主 你去不得 怎么会这样 别急妹妹 先坐下 我慢慢地跟你说啊 是这样的 这人他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早上起来方舟来报 说他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人也开始烧得厉害 到了五间就开始说胡话了 那太医呢 去请了太医没有 别提太医了 沈大营禁足良久又受尽冷落 现在十亿又易传染 哪个太医敢过来 我已经派人去请了三四趟了 竟没有一个人敢过来看的 你说说这让人怎么好啊 奴婢已经尽力了 本想去求皇上 可是皇上在前朝义政 谁都不见 太后 皇后和几位娘娘 都在宝华殿祈福 连个能拿主意的人都没有啊 我去瞧瞧 小主 你可去不得呀 去不得啊 妹妹 现在存取堂你进去危险啊 食忆容易传染 无论什么情形 总要看了再说 是不得 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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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主心系梅庄小主 也要保全自己才是啊 是啊 隔阵门望一眼就是了 我就进去看一眼 一眼就好 小主使不得 梅庄小主已经这样了 小主更要保全自己啊 我就瞧一眼 要不然 连个替梅庄小主 说话的人都没有啊 小主 小主 劳烦姑姑 好照顾梅姐姐 苏公公 小主 您别见怪啊 民间流传着实意 皇上为这事急得不行 正和大臣们商议 实在没空见小主啊 那皇上还要多久才能见我 事关重大 奴才也不敢胡乱揣测 小主要有急事 不如先去求皇后吧 这正是为难的地方 这件事情要求皇后 也得皇上先搭远了再说 小主说的是沈答应的事 罢了罢了 小主 奴才奉劝小主一句 皇上正为了实意的事情 发愁上火呢 小主何苦在这个节骨眼上 提沈答应的事 让皇上烦心呢 不如想想别的法子 多谢公公 若皇上得空 还烦请公公告知一声 奴才知道 微臣闻师出 得晚贵人请安 温大人请请 谢小主 我们借一步说话 问大人是否还忙着实意之事 无暇分身呢 是 如果我有一事请求大人 大人可否帮我 我可以先告诉大人 这件事情做成了未必有功 被人发现了或许还是大过 可是我不做 恐怕我心里会永远不安的 那么赶完小主 若是微臣愿意去做 小主会不会安心些 大人若肯帮我 我自然会安心些 为求小主安心 微臣愿意尽力去做 但凭小主吩咐 存去堂里的沈大英 身换十一性命垂危 我想请你去帮他 只是 他还是被禁足的嫔妃 无论他是谁 只要小主吩咐 微臣都会尽力去做 这样小主能安心些吗 多谢温大人 那微臣告退 温大人 你自己也小心 东阿阿交五钱 京城十年闹得厉害 皇上现在连饭都吃不下 你们赶紧着找出治疗的方子来 是 微臣知道 娘娘少安勿躁 这方子从来没有过 咱们这是瞎子摸象 得一点点试着来 什么一点点试着来 本宫就看不得皇上着急 微臣会尽力的 尽力尽力 都翻了好几天医书了 也没看出来有什么结果 还不如本宫自己来 娘娘 您都熬了好几个晚上了 您要有什么不适 微臣淡淡不起啊 大人 您还不睡啊 差不多了 这个方子很快就成了 大人 这几天 为了实意的事 您日夜不安的 着实辛苦了您 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无畏辛苦不辛苦 是啊 温大人辛苦啊 还不休息啊 江大人 温大人这几日 百日要照顾各公嫔妃 晚上还要忙着 研制治疗这实意的方子 着实劳累啊 这方子可有进展啊 还没有眉目 不过我会尽力研制的 那你忙 你忙 梅庄小主感染实意 束手的侍卫 唯恐避之不及 守卫十分松懈 奴婢 已经悄悄安排 温太医前去医治了 彩月和彩星还尽心吗 十分尽心 只是 温太医是偷偷去医治的 药物不足 饮食又不好 所以 梅庄小主的病 未见起色 未尽之计 也只能尽心医治了 是 恭喜小主 心愿得偿 苏贝胜 奴才在 宫里的实意 染得厉害吗 皇上 宫人杂役 一个一个的没了 到处人心惶惶啊 宫里都这样 宫外就不用说了 是啊 听说京城里有钱的人 个个都想逃出去 没想到一逃到京郊 见到的都是得了实意的老百姓 就都又吓回来了 听说京城还不算是最厉害的 永平的庄子更厉害 是啊 那些老百姓 一听见谁得了实意 就立即把他们关起来 隔开来 那些被隔开的人 除了死路一条 就别无探路了 皇上 晚贵人在外求见 这么晚了怎么还过来 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啊 传 晚安 喳 贵人晚安 皇上万福静安 什么事啊 这么急着见朕 你们下去吧 喳 说吧 小允子 皇上面前还不抬头吗 为臣留本 给皇上请安 怎么是你 臣妾始终不相信 沈大印会为了争宠而假日 所以暗中命人追查刘本 终于不负辛苦 在永州边境找到了他 弗灵已被杖杀 刘本为沈大印安胎多时 内中究竟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 朕不会对你言情逼供 只是今日你若要说半句虚言 朕会让你比死还难受 听说他被发现时 已经混迹如乞丐以臂追杀 刘太医 你现在可以什么都不说 只是你现在不说 我就会把你赶出宫去 想必你还未出京城 已经身手易处了吧 如此狼狈 你若还不说实话 那就是自寻死路了 皇上 梅庄小主确无身孕 朕知道 其实梅庄小主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真的没有身孕 臣为小主安胎之时已明确无悦事 而那些头昏 呕吐等症状乃是药无所为 并非喜脉 但臣在为梅庄小主把脉之前 依奉命不管是何卖相 均报喜脉 奉命 奉谁的命 他既要杀你 你还要替他隐瞒吗 华妃 是华妃 你若敢有半句虚言 微臣不敢 微臣不敢 微臣自知死罪 当日华妃娘娘给了臣银两 让臣立刻离开圆密园避险 还安抚微臣说 城内必有内人坚硬 哪知一进城就有人一路追杀 逼得微臣如丧家之犬一般哪 小影子 带他下去好好看着 不许出任何意外 喳 起来 走 皇上息怒 留本的话会不会有 不禁不食的地方 其实沈大印当日之事疑点颇多 只是苦无证据罢了 如今细细想来 如果沈大印真是几日前来红 那么那染血的衣裤 什么时候不能扔 非要在皇上在的时候扔 还有沈大印 曾经提起江太医 给了他一张有助怀孕的方子 偏偏要的时候就没有了 若是真没有那张方子 沈大印无端提起 岂非愚蠢 皇上恐怕不信 其实臣妾是见过那张方子的 当时看时 也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皇阿妃 很好 那张可以证明沈大印清白的方子 大帝是被偷了 那个叫弗林的宫女儿 只怕也脱不了干系 朕当日一时气愤 仗毙了弗林 若是当日细细审问 今日也不至于此 这也不能怪皇上 弗林竟然敢冤枉沈大印 自然是咬死了不会反口 只是眼下 皇上预备怎么办 朕冤枉了梅儿 放她出来 付她的位分 只怕一时出不来 难道她 不 梅姐姐并没有寻短见 只是忧思过度 不幸染上了十亿 朕只是吩咐她禁足 她也未免太想不开了 皇上禁足降罪于梅姐姐 并不是极大的惩罚 只是宫里的人 哪个不是看着皇上的脸色行事 于是奴才们更是一味地作茧 朕即刻传领太医 去给惠贵人诊治 朕要她好好活下去 请皇上恕臣妾大不敬之罪 臣妾见沈大印病重 私下里 已求了一位太医去救治了 当真 请皇上恕罪 若不是你 冒死刑此举 朕只怕 真的要对不住惠贵人了 这不干皇上的事 是贱人狡诈 蒙蔽了皇上惠也 花妃如此愚弄朕 实不可忍 苏北盛 朕在 朕在 去太医院传旨 江城江慎赐死 花妃赤夺封号将为贵人 皇上 赤夺封号 是极大的羞辱 远慎于降位的处分呢 皇上这么动气是 先去贵赤夺封号 说朕付了沈贵人的位分 封号也如旧 好好给他治病要紧 是 只是华妃娘娘降位的事 如今夜已深了 若要让内务府再传旨 只怕河宫都会惊动啊 那就明日传旨 先不要泽漏了风声闹起来 奴才知道 奴才这就到贤府宫传旨 缓缓 刘本的事 不会是你有意安排的吧 是吗 没什么 皇上以为 是臣妾指使刘本诬陷华妃 皇上眼中 臣妾是这样的人吗 臣妾不敢 也不屑至此 臣妾若真想指使刘本 诬陷华妃 营救惠贵人 大可早早行此举 实在不必等到今日 惠贵人性命垂危的时候 皇上若朕不信臣妾 皇上若朕不信臣妾 想必苏公公还未走远 皇上大可收回旨意 是朕多疑 朕若不信你 也不会惩处华妃了 皇上若真信臣妾 刚才 就不会有此疑问了 缓缓 臣妾事业 知道就好 起来吧 谢皇上 华妃复侍朕已久 华妃复侍朕已久 体贴细微 苏日里虽有些跋扈 可是今日之时 朕实在是失望 臣妾明白 贤妇宫大喜 惠贵人大喜 皇上已经下旨 撤了惠贵人的禁足 一切封赏如旧 谢皇上隆恩 恭喜 谢谢苏公公 这真是沉渊得雪 这是大喜事啊 是啊 可是 惠贵人 他不能轻耳听到 怎么 还没醒过来 温大人 小主稍时退了 可是把药给吐出来了 吐了多少 喝三勺会吐一勺 这的确是对症下药 买方子熬的药 或许是药性太烈了起 我再试试换一换 可能就好了 可能就好了 温大人 小主可有起色 略有起色 可是小主的病发现得晚 又病得太重 还没有醒 容我再想想办法 大人这只人心哪 听说大人已经在这儿待了一天一夜了 若是治不好小主 微臣的心里有愧啊 温大人如此尽心尽力 奴才一定会禀报皇上 驾讲大人 小主 如今十一这么厉害 怎么还要去看梅庄小主啊 皇上下指负了惠贵人 想必是惠贵人病得不轻 不过你放心 外头有侍卫拦着 咱们也进不去 在外头问候一声就是了 是 安场在晚安 夏公公好 我来瞧瞧惠贵人 太医在里面这忙着 小主不便进去 何况十一这东西不好沾染 小主还真远着些吧 劳烦公公转告一声 我来看过惠贵人了 奴才一定转告 对了 皇上怎么突然想起来 恢复惠贵人的位分呢 晚贵人没和小主说吗 抓到害惠贵人的刘本了 真的 小主不信奴才 那就算了 你是御前的人 哪有不信你的道理 只是这消息来得太突然 实在是意外之喜呢 小主信奴才就对了 抓到刘本 可有人要倒大霉了 是谁 这个不能说 说出来闹起来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